其實民眾會跟我反映很多市政的問題 還有提出建議 我認為其實 很多政策 台北市的政策 可以 納入更多創新的思維 其實因為在台北市擔任立法委員 也第二屆 那在地方基層 我也其實接觸很多民眾 那最近其實陸陸續很多民眾 都會給我很多建議 甚至 他們會把很多他們面對 市政的問題 提出來 那希望我能夠看用什麼方式幫忙解決 陸陸續很多的民眾 他們 從一開始 可能 會跟我反映一些 立法 修法的問題 到現在漸漸會跟我直接反映 對於怎麼樣解決台北市民碰到的問題 或市政相關的建設 他們也希望 我在中央 或者是怎麼樣能夠跟地方合作來共同解決 所以委員你的意思是 其實你已經準備好了 我覺得是民眾 讓他們對我有期待 他們希望說 既然身為台北市的立法委員 那如果可以幫台北市 來解決更多問題 我覺得他們是有期待 所以他們也給我很多的建議 我認為其實 很多政策 台北市的政策 可以 納入更多創新的思維 舉例來講 我覺得包括像 服務設計的概念 就是叫做 Service Design這樣的概念 其實可以把它融入在很多市政規劃上面 譬如說服務設計是什麼樣的概念 譬如說我們到星巴克 他一定會做服務設計 所謂服務設計就是 他們會先規劃 譬如說客人進來 他的動線 然後他點餐 然後我們會談人員要怎麼服務 怎麼問話 那這個動線流程怎麼讓它更順暢 更有效率 其實有很多創新的思維 可以納入到政治 甚至納入到很多市政的規劃上 那這也是我過去在矽谷的經驗 而且我過去協助很多新創團隊 學習到的很多這樣的思維 就是論事 我覺得對的事情就應該堅持 就像我當時 會支持出展條例第六條的原因是一樣的 因為我認為 我始終相信 面對歷史還原真相 才能讓台灣 跨出和解的第一步 這點非常重要 那很多人其實會不解說 好那為什麼 當時對於出展條例 很多其他條文你不支持 你支持是第六條 因為如果大家看到出展條例 裡面其他的條文是充滿針對性 清算式的文字 譬如說第16條 第18 第19條 他們甚至逾越檢察官或法官 而直接擁有司法調查權 這其實 違反了憲法所規定的權力分立原則 我感到很憂心的是 民眾其實對政府是恐懼的 現在業者或做生意的小老百姓 他們必須要隨時自備檢驗報告 或者是 我邀請政府官員來參加某個儀式 我要全程錄影 才能自保 然後不願意 能不曝光就不曝光 蘇文昌院長本人 他的風格就是 非常傲慢 而且非常囂張 但面對所有委員的質詢 如果大家都可以去看 他常常喜歡反質詢 我覺得 很多議題是應該要來理性討論 而且民眾的聲音你要去傾聽 所以 對於12月24號 最後 民進黨還是用多數 來強行通過 開放萊豬的這幾個性命令 其實 我認為其實民眾還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不滿 因為不滿時的 自主人選擇 有機會 我們來做 我們去挑戰 你 我們來做